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疼吗 不疼吗 我阿父阿姆缺欢之时 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不过你放心 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情之前 与我阿母见一面 往后 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 我不曾害怕 你阿母只是生病了 但她并没有错 我错的是毁他人参之人 征阳侯待我殷勤 我却对他冷淡 仇恨 世人皆到我 冷血无情 是个不孝之人 什么孝不孝的 那也是现有父慈才有子孝 分别就是父母有错在心 凭什么责备子女不孝在后 子善 我觉得你并非是冷血无情之人 还有 你阿母 你不必太过担心 我方才见那叔父 对后夫人十分上心 定能好好照顾她 那位叔父 是崔幼将军 他少年时便爱慕我阿母 不肯娶妻 但后来 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 但崔侯夫人 却在产子时难缠而亡 在那不久后 我阿母便与承阳侯决婚了 崔叔父 便也立下誓言 誓死不娶 为我阿母 官居至今 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 用情之臣 用心之真 这一强情意 真是万金难还 我对你 亦是如此 霍夫人如今还不识的我 然后我带你 多多来看她 好 你嫁给我 日后 便是此处的女君 你想来便来 无人敢拦你 对了 紫辰 之后你也不必 起草太黑的来送我 这也太辛苦了 那若是我想你呢 对了 自然之后 是你 我也要遇到 所以可能 都不想 我 父亲 wr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又突然见我 往后 你要是还说如此我不爱听的话 我就还用这个法子 赌你的嘴 三日后就设业啊 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 子晨说了 所有的事物交给他就可 咱们不需要操心 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 他去你请点来宾客 娘娘 定青怎能如此草率呢 眼下李舍燕不过两日有余 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 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 唐子 这些子慎都已经考虑过了 他说了 所有的婚事筹备都听我们陈家的 不必管其他人 可曾想这个林不宜 是如此草率之人 行事也如此不谨慎 女君 两位女公子 承阳和夫人到访 她来做什么 当日装病不肯下聘 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 如今到亲自登门 联房 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 去酒追堂迎客 是 哨声 果然生得标致 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 怪不得子慎这般急于娶你 上次没来下聘 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 这次岂能错过 禅阳侯夫人倒是健忘 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 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 责罚我来着 再说我们子慎年岁不小了 现在娶妻怎就着急了 对 夫人不是子慎的亲身阿母 许是忘记她生辰了 少商 许是听子慎说了些对我的怨言 心有不满吧 不过往事已矣 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 还能不认侯爷吗 子慎碍于君皇阿子在 软不下身段来 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 先走一步吗 程阳侯夫人的消息 可真够灵通的 我身为少商的阿母 方才知晓 三日后二人定亲之事 你倒是迅速得很 只要我心在子慎身上 她有何事我能不知道呀 夫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请问 夫人是何时寡局到凌驾的 是霍夫人嫁去之前 还是之后 妾身命远不济 潜伏亡故之后 无处可去 只好投奔姨母家 幸有君皇阿子照抚 那就是婚后啊 听闻当年程阳侯夫人 和霍夫人相处甚邪 亲如姊妹 夫人服侍左右 无有不体贴 我却与阿子相处甚为和睦 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 侍奉外兄与阿子 但不知为何 君皇阿子 竟不肯容我 非要我姓名 我知道 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 不愿与你挤在一处 好 往事不提为妙 我此番前来 特是为了三日后的婚事 商议如何操办 对了 我还给少生带了些薄礼 这两位婢子 是我花十万钱从南方买来 歌舞刨除样样精通 今后就留在府上 将来好伺候你和子盛 不得了 承杨和夫人当真是有趣 如今 我连子盛的床榻 还不曾摸到 现在就送来两位美貌的侍女 翻去我未来郎序的床榻 怎么 我要谢谢你啊 你这小女娘 怎能如此满口无言晦语啊 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 这世上 有人能做污秽之事 却听不得污秽之言 哪有这样的道理 程少少 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 我可曾得罪于你 你们程家 就是这般待客的 程阳侯夫人 子盛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序 程家 自然与他站在一处 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 不如去寻子盛啊 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 那么我等自会 将你奉若贵宾 否则 我们也绝不会 逆子盛之意行事 阿母说得对 这句都是我心中所言 去灵侯夫人 你可知 已经是少商所言 大可治他个不孝之罪 夫人若出门传阳出去 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 我家将军 虽不比程阳侯从龙得早 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 也有几分拨命 连圣上和皇后 都对我家少商称赞不已 实实赏赐 我就在想 这个都城中会有谁 能信夫人的话 好 好好好 我今天 算是认识你们了 程少商 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 那我看 过几日这定亲宴 也就罢了吧 你休想进我们灵家的门 我们走 秦聪 送客 不必送了 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 娘娘 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氏 她虽不是此生的亲生母亲 终究有名分在 哪怕不来往 也总会相见 你说你 你怎么如此任性 也不怕我家中惹麻烦 阿母 我昨日见了霍夫人 若不是她 子圣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 我这人 最讨厌夺人所爱着 与这种人虚异为你 我当真是做不来 可是女公子 若定亲宴 她当真拦着你 不让你进门 岂不是笑话 这哪有代价女娘 被拦在门外的 你等着看吧 届时 谁进不了谁的门 哪还说不定呢 今天不是凌将军与城市的定亲宴吗 怎么不见宾客呀 长阳侯夫人弄错了 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宫府上 而在曲陵侯府 此生又不是入坠 定亲宴 怎么弄到承家去了 这么大的事 为何没有人告知我 我也在想 如此大事 怎会没人告知长阳侯夫人 走 去曲陵侯府 我家少主宫吩咐过 今日曲陵侯府宾客 悉数出世请帖 若无请帖 任何人不得入内 长阳侯夫人还是别去的 一面白跑一趟 给我请帖 请帖 我已经发完了 这该请的 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 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 今日无我 这婚也想定成 旗林侯真是好福气啊 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 这都城里 谁人不想林将军做狼婿 她去万里挑衣 相撞了你们家的城寺娘子 我城市啊 总算要苦尽甘来了 代少商出了架 那我家的宋儿 也该娶新妇了 你说是不是啊 亲家 城外两家在一亲 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 不是说十三娘指召入赘的吗 我家事务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 我并不知道 入赘入什么赘啊 你不要浑说 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 怎么没见林将军啊 这订婚的日子 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 也是啊 来来来 大家断起酒杯 同喜同住 林公子 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 他仍望住父女公子 不必信教 他一会儿便当 今日无论遇见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 女公子都不用慌 该骂就骂 该闹就闹 你且有他呢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嘞 里边请 公子 公子不是从不爱搓这样的人了 说什么浪费时光 这剧众看人成亲的癖好 那还不如在家中多读几本圣贤书呢 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搓这碗人呢 你懂什么 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 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便是成亲 我与成少商好歹师徒一场 不能明知前路艰险 还游着他往里跳啊 那若这成亲是苦海 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都要往里跳呢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你家公子我般 看着童童 好 那敢问童童的公子 那对人是作甚的 二位夫人 请柬 没有请柬 我看谁敢拦我 赌杨王妃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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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 程少商何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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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在 成事 还不速速跪下认罪 我有何罪 你无才无德 不忠不孝 难道不是罪吗 汝瑶王妃 今日突然前来未曾远迎 还望恕罪 不若我请王妃 去上座用宴 我没有收招你们情帖 何来颜面赴宴 若非带了王府侍卫 怕是都进不来 你们取陵侯府的大门罢 上座 老身更是担不起了 是我府上疏忽了 汝瑶王妃地位高贵 无有情帖 也可以畅通无阻啊 说得真好听 你们这些后生 忘却掌备恩典 不请我便也罢了 庆怜 未来君姑都不厌弃 是否太不知礼数了 启陵侯夫人 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 这不知礼的小女娘 这不知礼的小女娘 来人 把她拿下 是 是 展翅疯了 这是不跟我们撑家面子 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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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瑶王妃 你虽未高人贵 但我家将军 也并非不依百姓 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 汝瑶王妃擅自责罚小女 是否有些欺人太甚 圣上在老身面前 也要尊称圣叔母 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气 替你管教 是给足你脸面 谈不上欺辱 来人 给我掌照承上上嘴巴 是 谁敢 老王妃 他们连汝瑶王妃的人都敢打 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 这承家各个粗鄙不懂理 如此武将之下 怎么配得上十一郎 少商虽是粗鄙 但也知晓廉耻 不似卯仙人 爬上自己外兄的床 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 也做得出来 你 当这长辈的面 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金箍 我方才并未止民道兴 老王妃 不必如此着急对浩如总 再说 前两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宫 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 今日来的军宫 是哪位啊 放肆 我说的是承阳侯夫人 就是爬上自己外胸床的那位 承阳侯夫人 你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今儿我要好好教训你 我看谁敢拦 叔母 若鱼要拦着呢 可别人 皇后 物量 王后 物量 免礼 今日 于为子慎和少商 并亲之事而来 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 不必拘束 陈伯夫人 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 于想借一步说话 免得扰了府上 其他贵客们的雅兴 有 请皇后移步 叔母 陈阳侯夫人 咱们一同吧 是 少商 你也一起 是 这十一郎啊 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事 乃陛下亲从侄女 汝阳王妃的亲孙女 豫昌郡主 谁知她竟然不肯答应 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啊 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 不仅不通学识 还喜欢打架斗喊 果真娶了这小女娘 怕是列祖列宗 都要跟着眼面羞愧了呀 我本以为朝中大臣 都是正气凛然之人 却没想到 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 你 吃着城市宴席 嘲讽城市女儿 我看诸位列祖列宗 才真要跟着你 颜面羞愧 敢说 老王妃 金 肯定 和 医生 青 禅 智 国 养 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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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不像 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 不能前来 命夫人代为操耻 竟连亲嫁门也登不得了 臣家第一次嫁女 难免有所疏漏 况且在去陵侯府设宴一事 子慎也请示过肾上议下 若老王妃不信 不若命人去询问肾上 如何 责罚晚辈 此等区区小事 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 皇后 你也太没主见了 皇后自有主意 王妃随口批评皇后 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 你才放肆 我们说话 也伦得到你插嘴 皇后 欠陛下 皇后 今世不如月妃言令 此等奴婢 就该狠狠掌嘴 保管下次 不敢再顶嘴 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 三句话不离妾 老叔 叔母 陛下 这承上商满口胡言乱语 犹辱皇家体面 你不可再纵容她了 方才老王妃还说 区区小事不必劳烦甚少 如今倒是有麻烦事 反了反了 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 放在眼里 这简直要造反 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 陛下面前 你也要指手画脚吗 我何曾指手画脚 恳求长辈疼爱 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 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 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 子盛才去求亲的吗 你们家郁昌你倒是疼爱了 嫁成了吗 你少拿郁昌说话 郁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 你是死人呀 他们编排孙女 你怎么不知识啊你 你休闭嘴吧 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 若不是你整日故动于昌 老夫早给他责一个郎区在家 何必去管理吃苦 我家于昌 比这程家女娘强百倍 我问你 前几日 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 怎么算 老夫家 此事儿心腹 你起来回话 多谢岳飞 回禀陛下 臣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 只是实话实说 老身敢启示 老王妃启示有什么用 你可在场 是我听见还是我看见 谨兵程阳侯夫人一面之词 说不定 你也是被蒙骗的 现身 敢以性命发誓 陛下 若程女也敢用性命发誓 说陈阳侯夫人 有谋害林将军之心 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 狠狠地责罚她 你起什么事 你素来行事不断 还是与陈阳侯夫人 岂是更真些 老王妃 子言诧异 我可是老老实实 听长辈吩咐定亲的 与陈阳侯夫人这等 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 她吃霍家的 用霍家的 寄居霍坟身旁多年 扭头趁人不注意 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 所以 陈阳侯夫人起得是可行 她起得是不可行 妾虽出身低贱 可也由不得程少商 这般诋毁侮辱 陛下作不发话 前身只有 一死了之 夫人壮烈不甘受辱 令小女子赞叹佩服 丞阳侯夫人 若十几年前 您也有如此壮烈之举 侯夫人也就不会愤而决婚了 今日的许多事情 恐怕就不一样 子盛 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 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岳飞说得是 叶飞 叶飞 霍君华是什么人 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 你现在 又帮他说这样的话 你分明是有义和老身过不去 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 可他从未对不起凌家 对灵异更是情深义重 从头到脚的帮扶 可灵异呢 妻儿生死不知 未满意面 便跟着淳于是不清不楚 他对得起霍家吗 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 霍君华把皮球 裹在了子肾身上 沈下的口粮也给子肾吃 那时灵异身在何处 他正在张罗着 迎娶季妻呢 在霍君华巡回来时 已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了 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 是的 他是品行不堪 但是 他也不是侍卫好母亲 他从未对不起子肾 那子肾更不能对不起他 去讨好淳于是 就是陛下发话也不行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今后 淳于是 非赵不得入宫 我看见这种人 就觉得心酸恶心 陛下 淳于是形势再不断 也是老申个救命恩人 今日你们羞辱他就是羞辱我 若不给老申一个说法 我今日我就 要去死啊 那太好了 那可太好了啊 不要到外面教训喊怨 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 老师就让他们都看看 陛下是如何对待 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 看看 这些好民生保不保得住 陛下 陛下 陛下你看你看 就是这么一个丰富 亦有不如意啊 就要死要活的撒泼 当初我说修妻 你跟我说 糟糠之妻不下堂 还跟我出什么馊主意 说是分居不修妻 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事 你说说我 连道德青我都读不清楚 这是我做什么苦修吧 好好好 我不休息 我决婚行不行 我要决婚 我被你杀而已你 操持家务 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你们居然 居然敢这样待我 你 你 简直是不可理喻 陛下 陛下 老夫实在受不了了 实在是受不住 住他了 使不得 使不得 叔父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冰妃呀 朕有意要为难你 阴下兴生如雪 此时你若开口的决婚 休妻 造康之妻 那那些入圣 还不定这么议论哪 老夫 叔父最爱热闹 修行干什么 照我看呀 应该让老叔母 去三才冠修行养性才是 你 岳飞说的 倒也是两全之法 你们 如让老王妃年迈昏魁 是有疯癫之举 致使军前十一亚 那就送去三残官 好好地休养吧 陛下 子盛啊 多调遣一些人手 好好地照看他 不要再让外人 去打扰了 是 陛下 来人 好生照顾老王妃 是 你们都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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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负我 陈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 那陈阳侯夫人 也去好好地照料他吧 从此以后 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 这 今天是此生大喜的日子 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 前几天收了几堂好酒 甘香蠢烈 喝他一碗 走 喝酒酒 安逸 行不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